港圈有一批年过八十的戏骨 他们的大半辈子都贡献给了观众 对香港影视圈和观众来说 是很值得尊敬的艺人 1.罗兰,87岁 很多观众对罗兰的印象来自于恐怖电影和TVB剧 罗兰的经典荧幕形象有龙婆和球千尺等等 其中,她在恐怖电影中 刘德华曾说,罗兰把自己生命里的每一分一秒都贡献给了角色 罗兰自己确实调侃 可能是因为她以往饰演的角色太过恐怖 导致没有人敢跟她结婚 一生无儿无女的罗兰 在2020年把自己的100万元积蓄捐给了武汉 她的慈善之心令人敬佩 前段时间,87岁高龄的她 独自现身医院办理遗体捐赠协议 将自己的遗体捐给医院做研究 罗兰奶奶虽然年近90,满头白发 但她看起来很有精神 早前有报道说,罗兰这个年纪在TVB拍戏仍然需要拍到凌晨2点 之前,罗兰本来有想过退休 但医生说,她如果不工作 两年内可能脑退化会严重 所以她一直没退休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罗兰表示,自己的记忆力变差 拍戏过程中,避免不了出现差错 她自己觉得很内疚 不想因为自己重拍影响剧组 所以开始考虑退休 罗兰一生中,虽然饰演的大多数是配角 但她绝对担得上戏骨两个字 2.谢贤,85岁 前段时间,85岁的谢贤获得金像奖影帝 成为最年长的金像奖影帝 而之前,她已经拿过了终身成就奖 可以说是港圈里十分特殊的存在 不过,当日谢贤上台领奖时出现了嘴歪的模样 而后,又被拍到有五个人服侍上车离开 令外界担忧她的身体状态 猜测她是否中风 之后,林家栋出面回应 称谢贤精神很好 两人还经常聚会 那天谢贤被拍到嘴歪是因为整牙 毕竟谢贤已经85岁了 从她近期拍到的照片来看 她的身体状态似乎确实不如从前 大夏天的在室外也是穿着长袖衣服 出行更是需要旁人搀扶着 谢贤获得金像奖影帝时 谢霆锋和谢婷婷都发文祝贺 但遗憾没有陪在她身边一起庆祝 前段时间,谢贤生日也只有林家栋陪着庆祝 不过,谢霆锋是很孝顺的 早年已经买了一套价值8500万港元的豪宅送给谢贤 只是年轻时风流潇洒了大半辈子的谢贤 晚年倒是显得有几分孤独 作为港圈第一代天王巨星 谢贤巅峰时期的地位几乎无人能抵 成龙曾说,谢贤是一个传奇 事业上功成名就,感情上也很传奇 谢贤和谢霆锋的妈妈迪波拉离婚之后 年近70岁的她,恋上了小49岁的内地女孩Coco 两人足足在一起了12年 直到2018年才分手 据传,是因为谢贤不想再耽误女友 还给了女友2000万的分手费 3.吴耀翰 82岁,出身富裕家庭的吴耀翰 15岁出国留学,学习戏剧 30岁回香港,就成为优秀的主持人和喜剧演员 吴耀翰的表演十分有特色 带有浓烈的戏剧效果 但演技十分自然 在喜剧演员方面 说她是周星驰的前辈也不为过 吴耀翰当年一部戏的片酬 据传已经高达100万 而且,她非常有先见 把大部分片酬用来买房产和车子 很多年前,她的家里就有两辆豪车和别墅 晚年的吴耀翰被传身家高达35亿 但是她的晚年生活却不是很美满 一方面,是因为她晚年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年过80岁的时候,患上肾衰竭 肾功能只剩一成功能 而且因为她年纪太大,不能患肾 只能每次去医院洗肾四次 第二方面,是因为她的子女们 吴耀翰的大儿子吴家龙 本来也是一名演员 但演戏多年,一直不温不火 近几年,索性淡出娱乐圈 每天就是晒晒到处游玩的照片 虽然吴耀翰身家数十亿 但她对长子有一套自己的教育方式 她觉得儿子应该独立 所以从不在金墙上帮助儿子 曾有媒体报道 吴家龙曾打算和女友结婚 但被女友父母嫌弃自己没钱 所以,46岁的吴家龙至今仍没有结婚 吴耀翰的两个女儿去年更加因为违法被捕 实在不争气 4.胡锋,90岁 胡锋虽然一生鲜少出演主角 但却是香港电影和TVB剧最不可或缺的经典配角之一 她在港圈的地位很高 林毅莲,张学友等都是她的干儿子和干女儿 胡锋同时也是如今还活跃在目前最年长的戏骨 至今还能在TVB剧里看到她的身影 前段时间,年近90岁的她被拍到在凌晨拍戏的画面 不少网友心疼 胡锋这么大年纪,还熬夜拍戏 看起来精神很不好 觉得TVB对老艺人太不照顾了 但事后,胡锋却表示 自己一拍戏就很兴奋 完全不觉得辛苦 而且TVB对她很好 还会安排车接车送 和罗兰一样 胡锋也是一个把一辈子奉献给角色和舞台的敬念艺人 已经90岁的她 还打算在今年9月份在红馆开演唱会 成为在红馆开演唱会 最年长的艺人记录保持者 因为胡锋在圈内的地位超然 很多大咖港星 像梁家辉,张家辉,林子华等 都为这位老前辈捧场 上个月是胡锋的90岁生日 TVB还特地为她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生日会 邀请了很多TVB艺人参加 已经90岁的胡锋大口吃着长寿面 虽然满头白发 但看起来十分精神 5.黄一飞 75岁 黄一飞是周星驰电影里的经典配角 曾经出演少林足球 九品芝麻关等等 很多观众对她的印象十分深刻 晚年的黄一飞已经定居内地多年 目前主要住在深圳 她在深圳的豪宅看起来虽然不算太大 但屋内摆放的满柜子的古玩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 黄一飞来内地也没闲着 除了拍网络大电影 还会参加商演活动 在内地发展的黄一飞 也有一颗慈善心 之前她还变卖自己的部分古玩 向河南捐了一万块 前段时间 黄一飞还在内地举办了一场 隆重的80岁大寿宴会 当时有十几位港星到现场参加 摆了超十桌 排面看起来很大 6.于子明 78岁 巅峰期的TVB 不但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世地事后 也有一批出色敬业的老艺人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默默无闻 为TVB服务了几十年 陪伴了一代观众的成长 于子明就是其中一位 于子明在TVB工作了43年 直到近两年才离开TVB 于子明在TVB期间 塑造了很多经典的配角角色 比如《风神榜》中的江子牙 《寻亲记》中的邹衍等 于子明在TVB期间工作 可以说是兢兢业业 但近两年遇上TVB的降薪潮 像于子明这样的老戏骨的通告 被捡到一年只有一个 年薪算下来只有一万元左右 而且不能接其他公司的工作 于子明表示一年一万几千根本不够自己吃饭 所以他索性决定退休 事后于子明一度在采访中说 TVB嫌自己老了不中用 语气颇为无奈 但今年年初于子明突然在家中风 导致身体变差只能坐轮椅 幸好在家人的照顾下 于子明的身体已经恢复健康 于子明的儿子十分孝顺 因为爸爸不想住院 于子明的儿子还带着他出海看风景 看得出来于子明精神很好 8.周聪 91岁 很多观众对周聪的印象是慈善老爷爷 他曾在《创世纪》和《唐新风暴之家好乐园》中 都有很深入人心的印象 但其实周聪年轻时也是当红小生 从影了65年在圈内备受尊重 90岁的周聪还活跃在墓前 虽然一头白发 但精神看起来非常好 去年霍启刚还拜访了周聪 以及其他几位老戏骨 可见他在圈内的地位 周聪和妻子的感情十分好 两人相伴多年令人羡慕 前两年周聪曾两次呼吸困难 幸好经过治疗 已经恢复健康了 年过90岁的周聪对人生已经看淡 他曾说 如今最大的心愿 就是吃一些最爱的食物 去世后 希望举行花园葬礼 这些老艺人几乎把一生都贡献给了角色和观众 才有真正令人尊敬的演员 祝福他们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